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这些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3月25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是周末啊,关于楼市的消息以及政策啊,不是太多,那么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实际上这两天啊,这个类似的消息非常多,就是什么呢,关于阿里巴巴它部分部门啊,或者是它的下面的子公司,班离什么杭州蔚来科技城啊,导致这个房价暴跌, 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文章啊,有一个叫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啊,或者是报纸吧,它有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啊,八万跌回六万,阿里字节,班家对房价的影响有多离谱,它这个不光是阿里还有字节啊,互联网大厂的扩张,带来了人口和财富的聚集,助推了楼市善展行情,之前卖八字头的,现在只要六开头了,大概意思就是,以前是八万一平米,现在是六万一平米, 谈起杭州明星板块蔚来科技城的二手房价,一位杭州本地中介向中国企业家感慨道啊,我说的是这里最好的几个小区,八万跌回六万,这话的背景是,去年九月以来,阿里将云 与科技事业部,从未来科技城迁出,如此同时,上万名阿里员工开启大迁徙,目前目的地是距此五公里以外的云谷园区,作为最敏感的那条神经,大产周边的房价,房租往往最先闻风而动,正如跟着阿里买房,曾是很多人的财富金, 互联网大产的扩张,带来了人口和财富的聚集,助推了楼市上涨行情,但随着大产也开始过上了开源接流的苦日子,这个神话还零不零,从北京,杭州,深圳,再到上海和东莞,大产对房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大产啊,对周边的房价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互联网大产,阿里这样的头部企业就更不要说了, 它有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像互联网企业,它平准年龄的比较小啊,比较年轻,你看35岁马农都找不着工作了嘛,传统行业不这样,对吧,互联网行业就平准年龄肯定低,你要是快手啊,或者是什么字节跳动啊,我可能平准年龄更低,第二个就是互联网企业这个学历啊,平准学历应该比较高,第三个呢,就是互联网企业这个工资啊,肯定比其他行业要高,头部互联网企业更明显,你看又年轻,又有学历, 然后收入还高,它不正要去买房吗,所以买房就要买公司附近的,尤其是大厂,对吧,它相对稳定,工作个三年,它就开始贷款买房了,所以这个大厂周边的房价涨很正常,那么同样这个大厂一旦搬走了,或者是人员下降,那房价就会回落,不关是房价啊,这个租金也一样,这个钱报杭州房产啊,它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市中心老小区租金比八年前还低20%, 这是从字面意思理解啊,这个市中心的老小区啊,它的租金不涨反跌,八年前比现在还贵,文章这么说的啊,八年前租金4200元每月的房子,如今只能租到3200元每月,因停车难,居住环境差,没有电梯等,老小区最近频频被租赁市场的年轻人所诟病, 从而陷入了出租难的困境中,导致价格连年下降,据悉杭州市中心老小区,如今租金将相较2015年普遍下降了约20%左右,当然换个角度啊,配套便利的市中心,能有便宜房子租,也降低了很多人的生活成本, 而在滨江,乾江,世纪城等板块,犹如产业发达,年轻人众多,租赁市场一直红火,最近又有消息称啊,一批头部网红将公司搬迁至此,为板块内的刺新房租赁再添一把火,什么意思就是头部网红啊,那不就是直播那些吗,他们这些公司要搬到什么滨江,乾江,世纪城那附近,导致那附近的这个租赁市场一下就火了,所以说这个互联网公司啊, 他不仅让这个房价上涨,还让这个租赁的价格也上涨,记者曾在2015年租了仓机新村一套三楼60多平米的房源,装修中等,价格为4200元每月,记者回忆啊,当时房东挂牌价为4500元每月,几斤波折后才降至4200元每月,不久前记者无意中发现,仓机新村类似户型,位置和装修的房源,如今挂牌价只有3500元每月, 而据中介的说法,像这样的房源一般只有降至3200元每月才有可能出租,这样的情况在市中心的老小区比比皆是,杭州德佑文辉店店长黄建军直言不讳,什么原因呢? 黄建长认为,如今的租赁市场于2015年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杭州人口基数不断增大,但房源量增速更快,在供大于求的大环境下,租赁市场不得不一再走低, 而市中心的老小区如今很多租赁房源来自于买卖市场出售困难的转化,另外市中心年轻企业不足,租赁覆盖量少,也是租赁行情下行的重要原因, 黄建长举例,向绿洲花园一套108平米的房子,七八年前租金甚至可以达到7000到8000元每月,如今最多只能租到5500至6000元每月, 那这个租金是比较低啊,以北京为例啊,108平米的在通州啊,都要租到6000元每个月,通州可是六环边上呢,跟北京市中心远着呢, 你这个是杭州的市中心啊,这就说明杭州的租金水平还是很一般,同样是老小区,西湖区的租赁情况要相对好一些, 杭州恋家紫金小区门店经纪人,牟易成2014年入职门店,据其观察,这几年其门店所在近周板块,租金不展也不跌, 如紫金公寓70平米的粮食房源,租金一般在4000元每月左右, 而2015年这些房源的租金也在该水平,这个紫金公寓啊,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总之他说是在西湖区嘛, 70平米的才租4000元呢,这个比我想象中要低啊,这个杭州的租金水平太低啊, 西湖区受到未来科技城企业员工的租赁外溢影响,加上一些学区房陪读租房, 老小区的租赁市场相对较好,可我的房子也已经6年没涨租金了, 家住教工路上的郑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有房已出租了近20年, 在过去房东还有每年涨房租的习惯,近几年不仅房租难涨, 有时甚至出租都困难,像自己的房子为了顺利出租还进行了重新装修, 但租金分文未斩,那这个情况就很糟糕啊,就是西湖区啊, 它是受这个未来科技城,那肯定是在未来科技城上班的很多年轻人啊, 也在周边,那就是在西湖区啊,租房,然后西湖区还有一些什么学区房陪读的, 那就是意思是西湖区的房子啊,租赁状况可能还好一点, 那即便租赁状况好一点,他6年房租都没涨过, 而且你要再租的话,还得重新装修,这就可见这个杭州的房子啊,出租压力非常大, 我们接着看啊,说快手头部网红搬至冰江, 冰江澳体刺新房租租金再涨,与老小区惨淡的租赁行情相比, 作为杭州网红最聚集的板块,冰江澳体的租赁市场始终坚挺, 近日快手头部主播星巴带领2000徒子徒孙搬至杭州的消息引起关注, 星巴团队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悉,此次来行,星巴团队一举包下了冰江区海威中心的三号楼, 用于直播和办公,旗下部分主播账号IP归属地已显示浙江, 侧面说明他们已赴航展开直播工作,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星巴团队在杭州争取到了不错的政策,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大动作, 而随着2000位主播及行业从业人员搬迁至冰江办公,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冰江澳体的租赁市场, 事实上,这两个板块的租金能始终保持在高位, 甚至走出独立行情, 与直播电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个月,前报杭州房产就报道过, 杭州一号院被网红攻陷, 一套333屏的房源, 以全年70多万元的价格被租下, 如今,一号院以及冰江澳体的次行小区里, 住着数多抖音、快手、淘宝三大平台的头部主播, 除了这些头部网红外, 他们的助理、运营、拍摄团队, 以及公司其他的小主播等行业从业人员, 也是租赁市场的主力军, 虽然收入无法和顶流相提兵论, 但也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我不少模特朋友租在绿地去灰城, 一个月租金七八千, 也算是吃电商直播这碗饭的, 一位在小红书直播的网红告诉记者, 他的摄影师直播策划, 分别租住在滨江和销上, 一位在滨江拥有多处房产的房东表示, 网红直播扎堆滨江, 他的房子根本不愁, 租不出去, 我手里的几套酒店式公寓是最好租的, 尤其是小主播租的特别多, 还有一套写字楼, 我是租给了一个医美机构, 也算和这一行业密切相关的周边产业。 去年年初, 我爱我家研究院与前江网报共同发布的租房报告中提到, 滨江区近年来一直是杭州租房量最稳定, 租金整体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 中高端小区以及交付年份不产的酒店式公寓, 这两类房源租赁一直比较活跃, 涨幅可能不明显, 但在别的板块租金下调或波动时, 这些房源不论是出租难度还是价格都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 在滨江从业多年的一位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 创世纪2020年交付的时候, 四房房源月租就差不多要15000元了, 目前这类房源的租金挂牌价在16000至20000元不等, 前江世纪城某中介门店的经纪人表示, 板块内如时代、澳城、龙湖、天浦等小区的租金都是交付后, 就始终保持在高水平, 那这个《钱报杭州房产》这篇文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杭州那些老小区或者年轻人少的地方, 租金不仅不涨,反而在下降, 降到比8年前还便宜, 关键还租不出去, 往处租还有压力, 但是呢,像滨江啊,像这些网红多的这些板块, 他的租金还在涨, 至少是保持在高位, 就是别的地方房子租不出去, 他这房子不愁租, 然后别的房子租金在降, 他这房子租金啊没有降, 区别就是什么呢? 区别就是这些地方, 头部网红扎堆, 这个小模特啊, 主播啊, 小红书上主播的这些人, 每个人自己租房, 然后他的什么助理啊, 什么策划啊, 摄影师啊, 都要在附近租房, 这不就是个产业吗? 这个是前报杭州房产报道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包括杭州的蔚来城, 这房价从8万跌到6万, 这个就是铁的事实啊, 证明杭州的房价就跟互联网密切相关, 你不服不行了, 这说明什么呢? 互联网要不行了, 这个杭州的房价, 包括杭州的房租都要暴跌, 这是两篇媒体的文章, 就充分说明了杭州的房价跟互联网息息相关, 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互联网行业复苏, 继续高歌猛进啊, 然后这个阿里巴巴他不猜原了, 还在招人, 那杭州的房价还要涨, 这些网红啊, 直播的就越来越多的涌向杭州, 所以杭州啊, 被誉为平台经济第一城, 这个称号啊, 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但是啊, 杭州叫陈爷互联网, 败爷互联网, 2022年杭州的GDP增速仅为1.5%, GDP的总量被武汉反超, 这武汉有什么, 武汉就一个武刚还被宝刚合并了, 武汉有什么企业, 东风汽车都是库存卖不掉, 即便有平台经济, 对吧, 有阿里, 杭州的GDP居然被武汉反超啊, 我看有很多人还说杭州有这个产业, 那个产业, 什么产业啊, 武汉都没什么产业, 你杭州还被武汉反超了, 我看再过两年可能要被郑州反超啊, 这个杭州的蔚来科技城啊, 这十年来吸引了上万家企业入住, 同一时期啊, 就这十年啊, 杭州也是吸引人口流入啊, 最多的城市之一, 就是2022年啊, 这个行情不怎么样, 杭州还是流入了17万人, 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啊, 杭州是流入人口最多的, 这些年轻人都是奔着直播, 奔着阿里啊, 奔着什么快手等等吧, 淘宝直播, 都是奔着这个去的, 杭州前不久啊, 不是实行了一个政策吗, 叫大专, 你也能落户, 实际上就是放低了落户门槛, 就是割韭菜啊, 为什么这么急着割韭菜呢, 人不够了, 他靠流入最多啊, 跟所有的其他城市比, 他是流入任何最多的, 他的房价都顶不住啊, 就像吸大麻样的, 他现在要加量了, 搞了那么多人去了, 房价炒那么高, 他的GDP增速, 居然被其他城市反超, GDP啊, 被武汉给赶上了, 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两个, 一个是杭州啊, 没有什么产业, 正以为杭州没什么产业, 所以他把什么奥迪啊, 给人家补贴那么的钱, 把他搞到杭州去啊, 因为他没产业嘛, 只能到处去挖前脚, 第二个就是杭州的支柱啊, 杭州的灵魂, 杭州不是叫平台经济第一层吗, 所以他的互联网行业, 是杭州的什么支柱产业, 跟房地产一样的, 两条腿, 房地产是一个支柱, 互联网是另外一个支柱, 大家也清楚, 互联网这几年不行啊, 不都在走下坡路吗, 你看那个阿里的股价跌的, 阿里的业务, 这每年双十一, 不都要比一下这个叫什么, 销售量的吗, 这两年不好意思提了, 阿里是一轮又一轮的猜员, 你不能关输阿里, 就整个互联网都不行了, 所以你看, 杭州一没有其他的, 什么产业给补上, 然后他的支柱, 互联网这一块又在下降, 所以他的GDP增速只有1.5%, 所以才被武汉反超啊, 所以还有很多网友啊, 说杭州有这个企业, 有那个企业, 有这个产业, 有那个产业, 你把眼睛擦一擦, 看看总数, 不是卖个水, 卖个鞋子, 也算产业, 我在前几期已经说过了, 失去了互联网的杭州啊, 他还比不上合肥啊, 估计也比不上郑州啊, 失去了灵魂, 所以哪天阿里要是搬离杭州,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搬到郑州去了, 那杭州立马呀就卸菜了, 也估计只能发展一下旅游了, 很多网友一听说杭州的房价, 可能也万下掉, 一听说杭州这个经济啊, 跟互联网绑得太深, 因为互联网暂时看不到起色啊, 谁说互联网复苏啊, 都没人说啊, 所以有很多在杭州买房的朋友, 就有点焦虑了, 所以这里啊, 我也给大家谈一谈我的看法, 就是我的建议, 大家可以参考, 这得分情况来看, 分这么几种情况啊, 就第一个, 如果你是单身, 你是刚到杭州去发展, 在那找到工作了, 那你先别急着买房, 工作两年看一看, 这两年不管你赚到钱没赚到钱, 或者赚多少钱, 赚了一百万或者几百万, 你先稍安勿躁, 不要急着买房, 第二种就是你到杭州去, 也没找到一个正经的或者合适的工作, 这种啊, 我就建议你赶紧离开杭州, 不要在杭州耽误时间, 去上海或者是深圳, 坐个动车到上海一个多小时嘛, 就在上海去发展,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因为这个杭州要比上海卷的厉害, 但是杭州的工资水平比上海又低, 那既然杭州这么卷, 我不如到上海去卷, 因为上海的钱还多啊, 反正我也没买房, 你为什么不到上海去打拼呢, 非要在杭州待着呢, 所以说你要在杭州还没找到工作, 在杭州也没家, 赶紧把被子收拾收拾, 直接去上海, 或者你说, 我这个水平好像差点, 比较适合打螺丝, 那你就去苏州, 苏州比杭州也要强, 苏州啊, 幸福指数啊, 肯定是碾压杭州的, 为什么呢, 这个苏州的GDP是24000亿, 在中国是排在上号的, 可能排在前几名, 但是它的房价只有2万左右, 杭州的GDP是18000亿, 比苏州少一大截, 但是它的房价是4万多, 那你说你跑到杭州待着干啥呢, 苏州不香吗, 苏州这个大城市啊, GDP那么多, 而且它挨着上海啊, 也很近, 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上海了, 杭州的房价虚高啊, 跟它的GDP相比, 至少要高了30%以上, 这都是泡沫, 所以你还没买房呢, 你跑到那买房干啥呢, 你都不要在杭州安家, 因为杭州教育资源也就那样, 实际上整个浙江高考也挺累的, 卷得非常厉害, 那苏州都已经超过香港了, 这杭州想超过香港还早着呢, 这是对于那些刚毕业, 跑到杭州去的, 或者是在杭州还没成家的, 没买房子的,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杭州啊, 找到工作了, 也成家了, 也买房子了, 这种呢, 你就跟着你的工作情况, 你的工作现在还稳定, 那就老老实实待着吧, 就别想这个想那个了, 房子买也买了, 贵就贵了点, 还房贷啊, 还按揭, 保住你的工作, 不要瞎跳槽, 也表现好一点, 不要被公司裁掉了, 保住放网嘛, 踏踏实实待着吧, 第三种什么呢, 就是在杭州啊, 买了房子, 还在还按揭, 但是工作没了, 被裁掉了, 这种人又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有没有孩子, 有孩子的, 他上几年级了, 对吧, 上到哪了, 如果他已经上初二了, 马上初三, 这种就不要动了, 对吧, 根据自己情况, 如果他说上一年级, 就倒无所谓, 还有一种就是没孩子的, 对吧, 你在杭州买了房, 然后失业了, 这个时候啊, 只要是孩子能走得开, 啥话也不要想, 把杭州的房子卖掉, 然后去郑州啊, 到郑州去买两套房, 一套自己住, 一套出租, 多好啊, 如果你选的好的话, 说不定能买三套, 一套住, 那两套出租, 如果还有钱的话, 买辆电动车, 送送外卖, 你看一边收房租, 一边又送外卖赚钱, 多好啊, 差不多是财务自由了, 至少心灵是自由的, 如果你剩的钱还多, 那你就可以买一辆汽车啊, 跑滴滴啊, 风也吹不着, 太阳也晒不着, 冬暖夏凉, 你可以买个高科技啊, 比亚迪, 多好啊, 新能源汽车, 现在正在搞促销啊, 比亚迪那车好, 全是黑科技啊, 开玩游车, 那简直绝了, 那玩游车, 好多都是比亚迪嘛, 你长时间开车, 他那车上还可以给你按摩按摩, 按摩座椅啊, 而且比亚迪, 有没有刹车失灵这事, 你可以放心的开, 玩游车专用高端大气上档次, 你不有专家说了吗, 让这个失业的, 没工作的, 把自己房子租出去, 收房租啊, 然后去开车, 跑滴滴啊, 不是专家建议的吗, 专家建议是对的, 有很多人老说专家不懂, 那是因为你看待专家的建议的角度不对, 你看你换个角度, 就发现专家说的是有生意的, 专家肯定也这么干过, 你只要把杭州的房子卖了, 到国际大都市啊, 郑州, 可以买三套房, 如果你觉得不靠谱, 那你买两套, 剩下的钱存银行吗, 存个定期, 一边收银行的利息, 一边收房租, 一边还跑外卖或者跑滴滴, 这日子过的, 生活质量, 生活水平, 直线提高, 就是要预防痔疮, 如果你要在乎孩子学习, 那你可以把房子卖了, 到天津去买房, 天津高考容易, 比北京还容易, 但是你要在天津买房, 可能买不了两套, 你只能买一套, 可能还付很多钱, 手上拿着一两百万, 存银行, 然后你可以买个好一点的, 比亚迪啊, 什么比亚迪, 什么宋plus, 什么什么糖plus, 这个名字挺奇怪的, 这前面是汉字, 宋, 后面加个plus,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扬不扬突不吐的, 但是要的就是这个味啊, 就是这个调的, 在天津开个晚约车, 不要在杭州号, 因为杭州它没有未来, 谁知道互联网以后怎么样,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这个杭州, 它是因为这个叫什么, 平台经济第一层嘛, 那现在平台经济, 虽然说中央文件说, 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但是不是说你下个文件, 平台经济就能发展的好的, 现在直播要整顿, 虚拟经济, 尤其是这种电商直播, 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要整顿了, 因为这个风险非常大, 就它只要一纸命令, 比如网信办, 对吧, 来个进化直播行业, 来个进网行动等等吧, 你这个头部网红啊, 什么马上就受到打击, 这个直播行业只要一萎缩, 那杭州就更差, 下一个爆点呢, 大概是人工智能, 这个我说不好, 有可能是人工智能, 有可能是别的, 但是人工智能是在杭州嘛, 所以一旦下个爆点一出来, 人工智能, 那杭州的人又乌洋洋的跑了, 去追那个人工智能去了, 杭州的房价还要低啊, 所以你不如现在趁早把房子卖了, 不要焦虑, 如果你说你没有孩子, 但是呢, 你在杭州有套房, 你现在失业了, 你不想开比亚迪的玩意车, 不想给比亚迪做贡献, 你想分发脱翔, 你想振作, 那你就把杭州的房子卖了, 跑到上海买房, 你在上海混个两年, 就有买房资格, 你看杭州的房子租都租不出去啊, 租金还在掉啊, 上海房子不可能租不出去的, 刚才背后两篇文章已经报道了, 我给大家念了, 或者到北京买房, 北京这就是通州啊, 他的租金还在涨,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房子租不出去, 北京要五年的社保才能买房, 就是相对严格了一点, 上海要松一点, 再要是不行就去深圳啊, 这是我给这个在杭州的这些网友, 你现在很焦虑, 换得换失, 如果恰巧不幸被公司裁掉了, 没工作, 不如趁机啊, 换地方, 根本原因就是杭州的泡沫有点大, 房价虚高, 现在电商直播啊, 还在平台期, 还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下降, 但是这一天会到来的, 说不定就是今年, 这个直播一旦下降了, 你说杭州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开始走下坡路, 那个时候你房子想卖卖不掉, 没人接啊, 所以趁现在啊, 杭州什么又是小阳春, 又是什么复苏, 能卖赶紧卖, 树挪死, 人挪活,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字下方联系评论, 谢谢大家。